Hello 大家好 我是湾区接的阿强 今天带大家来到南沙自贸区 南沙自贸区的位置 大家看到后面也是一个很成熟的位置 很多我们的商业已经开了 对开就是我们的一个海旺线 这个海旺线沿着我们的天后宫 有4.5公里的海旺线 是很漂亮的 我的盘是什么呢 叫南沙珠江湾 我们是一个珠江实业的投资公司 和一个香港的上市公司 合作经营的 至于是哪个呢 我们稍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品牌 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开发商的实力 我们现在先进去我们的销售中心 看看区位情况 是 回到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点 就是区位 你选完开发商 就要选一个就是你楼盘所在的一个位置 它决定你以后一个房的一个升值空间 或者一个价值 最终一个价值的天花板 然后呢 就介绍我们的南沙 我们的南沙它从历史和区位 几个地方跟大家讲一下 首先从历史方向发展 我们分别是2012年 2015年、2016年、2019年 成为了国家新区 借贸区 以及我们的港州维一副中心 再到2019年 与港澳大湾区的全面合作小贩区 他初时做一个贸易区是几年? 2015年 2015年开始 现在都有7年 但是它真正的地位最终到了早高峰 就是从19年开始 都是南沙飞速发展的一个阶段 甚至到今年6月份 国家国务院版部的南沙方岳 现在又大力推去 是的 再到10月31日 正式公布了 南沙和前海和珠海环琴一样的 一个字母区的一个政策 正式的社质出来了 即是前两天出了 是的 是的 那它有什么细质? 而且它的优惠力度 甚至可以说是比前海和環琴更大 因为它有一个可以 我们香港的居民 或者澳门的居民 来到南沙这边工作或者是 创业都好 都可以享受到 香港那边的一个本地的水收 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我们内地的水收 可能会比香港那么高 但是你如果来到这边创业 或者是工作 可以享受那边的一个水收 即是我们政策给了一个优惠 是的 给了我们香港的同胞 和澳门的政策 即是港澳同胞 是的 然后再包括税收减免的政策 我们这边的范围是比前海要港 比珠海环琴要高层次 我们主要是金融和高科技 是的 然后说回我们南沙这个区位 是的 我们南沙总占地面积是803平方公里 它是位于广州最南端 刚好是出口口的位置 我们拥有广州的深水港 是的 就是南沙港码头 珠江口 是的 然后我们周边围绕 好像东莞 深圳 珠海中山 顺德佛山 这几大城市 然后我们也是位于 这个粤港大湾区的技学中心 和一个交通中心的位置 是的 然后说回我们的楼盘 我们的楼盘就是 位于我们南沙的这个 刚好都是南沙的出口口位置 我们整个南沙是分了七个板块的 有两个板块最重要的 一个是明珠湾金融区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就是明珠湾金融区 我们是属于明珠湾金融区 和南沙湾区的商湾交回处 是的 明珠湾金融区为何重要呢 就是相当于广州的珠江新城 以后我们南沙的CBD 南沙湾区不用说了 香港的后花园 南沙的富人区 怎样说呢 因为我们有佛英东佛士家族 佛罗那边的三代人 三十多年的一个打造 拥有更多高端的配套 像我们游艇会 周星驰也是在这里拍过演的 美人鱼吧 是的 包括我们高飞行场 还有我们游泪舞港 还有我们东南亚最大的天后宫 都是在这边的 所以我们这个项目 就是位于这两大板块的交回处 而且我们的项目 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第一 我们是正式的南向望海 北面靠山 我们去到海岸线最近 一百米多距离 即是 就在旁边来的 一百米距离 一百米 是的 我们稍后会不会去那边看看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去那边看看 或者我们稍后搞定了些东西 我们去那边再拍一拍 是的都可以 然后包括 我们下楼去享受到市政打造一个 4.5黄金公里的一个海岸线 上面就是我们的奔海六道 他们会参考好像珠海那边的 一个情侣路或者新加坡那边的 奔海六道这样 有那些休闲设施 主体公园之类的 这个海岸线其实一直延续去到天后宫那边 天后宫那边 4.5公里是从我们这个 项目开始 到天后宫 是4.5公里 是的 然后呢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这4.5公里 黄金公里呢 过去这里是没有住宅的 全部都是我们高生科技的一个产业园 好像中科园 霍英东研究院 和南沙资讯园 全部都是 然后再过去就是旅游景点景区 所以你说要在南沙买南 去望海北面望山的项目 就在我们这里 即是背山面海 是的 然后再说一下我们的周边配套 我相信香港的那些 和可能比较想了解的 可能是交通或者医疗这方面 交通 第一个呢 因为我们是港渠的 我们主要的客户都在香港那边过来 如果在香港那边过来 那个交通线路是怎样呢 我先说目前已有的 即是既然我们南沙 现在可以作为浴缸大湾区的技巧中心和交通中心 首先我们的道路交通 好像我们可以去 开车 经过虎门大桥去到东莞 深圳 然后再过关去到香港 包括我们这里有一个南沙汉港 它可以直接乘船去到深圳和香港九龙那边 如果我们在项目过到南沙汉港那边要多久 开车十分钟左右 可能都不需要 然后包括乘船过去 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 最方便 很方便 比坐车更方便 又舒服 然后还有 就是我们整个南沙 它是一个行政区里面有两个高铁站 然后我们已有的就是我们的慶盛站 它直接可以坐高铁 去到我们的深圳北站 最到去到香港的九龙 即是我们坐高铁都可以去到 在慶盛那边过来 可能都有些距离吧 如果是开车二十多分钟 坐地铁半个小时左右 有地铁可以直接过来 直到 因为我们后面附近 最近的一个南沙汉地铁站 南沙汉地铁站 对 就800米来我们的楼馆 即是现在我听你这么说 在西九直接坐高铁去到慶盛 由在慶盛那边再转一个地铁 去到我们南沙汉地铁 都是一个小时 南沙汉地铁一个小时 对 我们从南沙汉地铁到慶盛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由35分钟就可以坐高铁去到香港 哦 即是全程来说是一个小时左右 对 一个小时多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后边规划的 就是我们目前已有的 全国首条最快的高速地铁 每小时有160公里 我们从我们这里环历半个小时去到我们市区 还有就是它以后会有22号线 分线去到我们南沙汉港 再到东莞深圳 就是以后我们坐地铁直接去到深圳 然后再去香港 哦 如果地铁直接坐到深圳 这个地铁线在我们项目的哪个位置最近呢 它这个位置都是南沙汉港这边的 哦 南沙汉港 是的 我们这里坐一个站就去南沙汉港 转线去到东莞深圳 哦 即是我们可以坐地铁去到南沙汉港 转线 是的 我们都是坐一个站 明白明白 原来是有地铁转线 要自己粗路或坐车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有地铁也是坐地铁 是的 是的 所以就说我们以后 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 我们去香港也是非常方便 嗯 我又想听一下呢 我们周边这地方 我们配置的一个医疗 你知道我们的厄屿都上来 是在居住或者这样子 是来不开一个医疗和看一样的 是的 这个其实真的非常适合 因为呢 我们南沙上完一个新生的城市 他的配套 其实一般一个城市的发展 它需要先有人 再有配套 没错了 但我们南沙也不是 我们配套先行 再落地企业 再引进人才 所以我们现在 因为一定要做好基础才可以做后面的事 先说我们旁边附近,我们有一个蓝沙富有的富有中心 富有中心? 是,富有,在我们汉部附近的 如果是小朋友,有些什么小病小痛,直接去就可以了 很近,一公里左右 但是如果去三革医院,大家可能比较体重三革医院 我们过明治湾大桥,这边有一个省中医院 稍等 我们也不一定说要去三革医院,有时是小病小痛,周边那些最方便 最方便是我们这个富有,我小朋友发烧什么之外都是少去那里 那些小病小痛不是什么大事 然后去大医院我们就不需要来得太近,大方便就可以 我们过个桥,十多二十分钟就可以去到省中医院三革医院 再到这边中山医院,整个华南地区最大的中山医院 中山医院 是的,这里包括海禄空的救援 还有一个研究,还有一个读书医疗 都是开车过去大概二十分钟左右 明白明白 包括我们以后还会有,好像我们这个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在港多市珠江山城那边过来的分院 包括现在现有的一个南沙中心医院 我们开车都是二十分钟的路程 所以关于我们附近的医疗,我们南沙目前一共规划是五到六所一个三革医院的 我现在看在地图上看,若是潘于广场那条地铁线过来 南沙会有一个15号线的环线 就是整个环岛算的 环与广场就弄了很多线的路 是的,一个南沙有这么多条铁路 但是它15号线一串年起床之后 其实从我们这个项目去坐18号线 还是去到南沙汉港都非常方便 这是一个重要的树楼区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项目明年会有开始建一个32号线 从南沙汉港到资讯员再到我们珠江湾 然后经过这个唐坑大冲,然后过到接驳环历 就是以后我们去南沙汉港或者去环历 我们不一定要坐4号线的南湾站 我们坐我们32号线的珠江湾站 就是建在我们小区附近的 就是在小区珠江湾站 但是这个就未有这么快 明年开建 明年开建 已经是在广州市的第四期的地铁区画当中 已经是二三年开建,二八年通车 好的,我们又讲回正题 刚才我们讲的医疗也讲了 我们周边的商业配套设施呢? 商业画,等一会儿可以讲我们的项目的时候一起跟你讲 因为我们是自大的 自大的 是的 看到旁边也有邮院或中河 各教育机构都可以 我们去看我们的实体样板房 现在我们现时看到的 阿诚哥我想问 我们现在卖的就是这些楼呢? 我们现在卖的就是这些工业产品 已经入住率很高了,已经有很多人入住了 我们主要卖的是这一栋 我们卖的是这一栋 是的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下面有好像快递 便利店包括我们下面的美食城 好像那里很多美食店都有的 我看到刚才进来的时候 我们去这个美食店的外面那一栋已经做了我们的餐饮 是的 这边也是主要有餐饮 超市亦都有了 那还可以 是的 我看到这一栋基本上的入住率很高 是的 你看到窗簾 你看到窗簾 窗簾 是的 还有空调都安装了 是的 哇,很大风 近海边 没办法 这些空气好 现在我们进去的就是我们的实体楼 是的 看看我们的大堂 即是进来我们的可视门铃 哦,这里有这些设备 是的,包括我们的管家和我们这边 因为我们是相处利用的 哦,有设策公司 有设备水牌 是的 哇,很多人才,伤害院之类的 是的 OK 有个管家姐姐 是的,我们每个众都有 哦 是的 那服务很好 在管理方面挺好的 是的 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 这一栋是有三条梯的 一个货梯然后两个是客梯来的 然后我们这边是三条 另外一边 就是我们也有三条 就是我们总共一层有六梯的 哦,但我看到这里有个屏障在隔着 哦,保养 是,我们定期会有检查、维修、保养 哦 那也是对我们客户的一种保障 是的 OK 大家好,这边就来到我们的57方的样板间 然后大家看看这个格局 这个是57方 嗯 先看看 即是交付洗碗的时候就是这样 是的 门就是这样 门、电子锁、卡片、包括锁匙都有 哦,门锁有很多品种 嗯 进来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厨房 它是用电的 电池爐 包括我们有配电池爐 抽烟机和我们的思路管机 这些是交标来的 即是随着在桌面拿走的东西 都是交标来的 对,包括这个櫃 是的 哦 冰箱是没有的 冰箱是没有的 哦,但是这个櫃是没有的 有 也有的 有 是的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卫生间 是的 哦,卫生间 一个独立的临浴间 临浴间 还有我们的摄影盘 包括我们的滑桶都有 这些是交标 它又利用了这个楼梯底的位置 是的 我先看看里面 哇,57幅也挺大 是的 好像我们开灯看看 我们的一个层高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或者可能要真实来到这里的感受 大家可以先通过视频看看 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五米层高 包括这些楼板 哦 就是已经是倒在这个楼层了 是的 它交付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的布局 就是这样的布局 就是这样的中空 两边的房 是的 然后包括一些窗和楼梯 这些都是交标来的 是的 窗和楼梯都交标 有了窗就OK了 有了 这些最麻烦的 那时候 是的 包括我们的一个公寓 我们都是有大洋台的 嗯 还有一个 这里天花有没有的 有的 这些都是有的 都有天花的 有天花 有天花 有天花都有的 有的 主灯就没有了 主灯肯定没有了 这些要说清楚了 是的 这些肯定没有了 这些是见仁见智 有些是谁喜欢的 是的 包括上面的那边楼的天花都有的 是的 这些桶根也是有的 哦 哦 知道交表是怎样的 我们和这些客户都有交代 不然间无论两可的 很麻烦 到时如果客户真的想了解到 他说想具体买到哪一套 嗯 他定下来之后 我们都可以带他看 哦 肯定 肯定 首先来说我们现在 介绍吧 是的 这些东西呢 这些东西是没有的 也是交表 也是交表 有柜子做给你的 嗯 哦 即是这里有这些东西 这些就是肯定物 是的 这些是搬得住的 嗯 有露台 是的 这里是放洗衣机的位置 洗衣机也有一个 排水口 供电 供水 和汽水 已经配置了 嗯 嗯 这些东西 好像欠缺了一个地楼 是吗 这里主要是放洗衣机排水口 嗯 嗯 哦 它就没有设置一个地楼 是的 其实如果想弄地楼 也容易在那里标回地楼 就可以了 有些就不喜欢的 因为地楼始终有一些异味 是的 是的 只是用拖把拖一下 然后放洗衣机就可以了 是的 现在我们在这边看看 望花园 望山 望山 那边就是黄山路 森林公园 黄山路啊 黄山路 黄山路 嗯 国家的4AQ景点 哦 真的很丰富 这里有多少楼 这里22楼 22楼 早层到30层 22楼 即是等于去到40楼左右 就是了 100 110 正常情况下 差不多40 差不多40 哦 那我们的楼底 这里是 底层也很高的 可以大家上去房间看看 好啊 那请我们 诚哥 大陆 这边上来就是 它凍是像我 这边就 中规中矩 嗯 这边可以做它的衣柜 哦 然后 再到这边 就是放空调啊 床啊 书台啊 都可以的 空调又不包的了 空调又不包的了 空调又不包的 这个做窗户 嗯 这里是有的 嗯 这个有的 这个 哦 它主要是挡到的 是啊 为什么会有两浸的 哈哈 那边也有的 嗯 另外一个想问一下 空调去水 它是在这里 都做好了 预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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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会不会倒失之类呢 我们这边都是整层设计好的 统一的 统一的 哦 我是考虑到将来维修而已 那另外一个呢 空调 空调这里 到时装空调 嗯 它这里是外机在哪里 在外面 是外面 那带管 预留的 哦 预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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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就是这条灯槽 是啊 灯槽拉过去 是的 到时在这要插着管 插到那边 不是 预留了 预留了在这边接拨 是啊 哦 就是这个位 这个 这个 预留到的 哦 哦 明白 明白明白 57方 然后再到这边 拉一些梯子挺好的 简简单单 对外的窗 这里的窗可以开到 可以开的 很多呢 我见到有很多呢 就是由底下的窗上到来 变成了二楼的窗 就得了看 这里同样是有一对烫门 是 是 是 胶标 哦 那这个烫门呢 其实我在那边 都跟大家说过 关键呢 就是 就是挡住这个 外脑 因为开空条嘛 是的 哦 平时呢 可以在这里这样 就是 互相交流 或者在这个位置看上去 就舒服很多 是的 不用说这样 都绑住了 但是呢 当你 需要开空条的时候呢 就关到一只门去 这样就搞定了 嗯 就是你想通风的时候通风 然后你想安静一些 或者是空条的时候 就能够关上去 是的 这些都是帮你想好的 是的 因为很多时候 这些人问我 哇 这样我搞了中空 我没有空条 可以放地下 还是放二楼 是不是很厉害 这个就不用担忆了 可以这里是独立的 是的 这里是一张米半的床 两边一个床头柜 一个梭装台 已经够了 是的 至于这里 这柜柜你可以装大一点 嗯 好像那里 是落地的 不过呢 我们做了一个 像飘窗的柜柜柜 这将会增加它的收纳 大家可以做参考 哦 哦 这个本身 不是飘窗柜 是整个飘窗落地 落地 哦 其实这件事 也是可以说 你做一个参考 有些是这里做书桌的 反正是色随尊便 有些是喜欢彩光的 是的 我们刚才忘记了开灯 无论开灯比较漂亮 你看床头也比较漂亮 好 基本上我们在这里 实打实的 你看到就买到了 也是我们对面栋 是不是对面栋 我们刚才在楼下讲过去看 斜对面 就是我们的燃楼 只要你款项到位置 另外一个和手组完善了 你就是完完全全 马上拥有单位的一个业主 是的 红本在手 对 没错 所以不用担心其他东西 也不会有真空期 再包括我们的大装修 业主那边都可以散心很多 是的 这些都是我们公寓的一个优势 没错 好像我们的厨房 基本上那几件套鱼 都全部包含了 是买的 电器是什么呢 我跟大家去讲一讲 一个就是空调 另外一个就是冰箱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电视机 基本上没什么 洗衣机还有一个 热水器 热水器 热水器很便宜 几个水 是的 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床 还有买一张沙发一顿 基本上可以了 基本上可以 就是这样 是的 关键一件事 这里有没有限购 不限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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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人可不可以购 商业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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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过 没问题一次过 正常我们大陆这些 就是内地人都是要百分之五十 至少都百分之五十 是的 而且能力范围可以可以的 我觉得一次过比较好 而且我们这里的一个总价 其实相对来说 性价比较高 嗯 57方才是68万至72万之间 就是看楼层的 是的 高一点 就轻轻 贵一点 是的 嗯 嗯 购房政策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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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这些东西 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补充一下呢 到时看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就在视频下面留言 好的 还有我们的专业人士 就去答复了 多谢 多谢 其实刚才程哥说过 我们可以在这里买到之后 即刻可以拥有一个 做业主的身份 你可以买我们的家具 和我们的电器入住 如果你说 我暂时不需要长期在这里住的话 也可以委托一下 我们有些是中介的公司 当然去不是酒店 因为有很多客户都会很疑问 酒店反租多少多少 说的时候就可以有 到时候真的做起来就没有 他都会担心这件事 但我们这些可以说是实打实的 我现有的我家屋就在这里了 嗯 也都 我们现在也看到 我们周边也有些这样的 做委托的 有民宿的有酒店的都有 包括呢 其实那些街铺很多都做中介 都有其他方便 是 因为我自己也有些屋是这样租 都是给我们的街铺 我们在网上可以操作到 是是是是 不需要下到现场 是是 那些是很实在的东西 那些详细是怎样的呢 我们坐下来再慢慢谈 今天也辛苦了 成哥这么久了 好 节目也差不多了 我们就下期再见 好 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是湾区置业 和打我们的二线电话 OK 下期再见 拜拜